人生中的一大不幸 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的朋友 偏偏是你最不喜欢的我 而为了你这个最好的朋友 必须跟他不停地打交道 战武高了呀 你长胖了 好久不见了 我从来没伤过你 上车 听说过艾斯伯格综合症吗 这是一种轻型的自闭症 安德鲁就是典型患者 他的数字有感觉 对人没感觉 而他讨厌我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我的出生年月日加起来 不能倍三整除 你这个音乐 我帮你换手吧 我上车 我下车 什么修杀 什么谁呀你 拜拜 上车 上车 东霖的母亲过世了 前天 车祸 不 你说什么 当年的母亲过世了 邓老师 真巧 你来用餐 对 你这是第二职业 贴补家用 那你是 主厨 我还有几个甜点没做完 我先去忙了 再见了 先走了啊 辛苦了 再见啊 慢走啊 走吧 拜拜 阿姨 那我们就先走了 去吧去吧 拜拜 拜拜 看见了吧 这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啊 就是事动 喂 美嘉 我没事啊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你稍等我一会儿啊 二十分钟 我得去趟医院 你美嘉阿姨有急事 我去顶个班啊 行 妈 你快去吧 我自己走 行 小心啊 知道了 太好了 正愁用什么借口让妈先走 我好等季老师一起走 季老师 你下班了 你怎么还在啊 正要走 一起吧 哦 我今天下午没课 恐怕不顺路 你怎么回去呢 要不我送你一趟 好 上车 东霖让我送你回去 安德尔 那你们先聊 我先回去了 再见 季老师